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下有一个弟弟 父母思想开通 从小就让他到店内帮忙学习经商 幼年时候 全家飘洋过海到了马来亚 最先落地在芙蓉 辗转到了巴生 在他二十岁那年 在父亲的鼓励下 他参加了当时的劳工党 并成为织布活跃的党员 与此同时 为了生计 他在巴生一间巨规模的鞋厂当女工 他对当年 妇女们在社会上 地位的微薄 男女同工不同仇的状况 感同身受 立志 要为改变现况而努力 在协厂工作期间 庆祝三八妇女节活动中 他召集场内二百多位工友参加 结果第二天 他就被厂房开除了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 记性很好 吸收力很强 做事很有立场原则 是真心成立为党 想为党为人民做事的 所以他很贪婪 这样漫长的政策活动中 他是由一个普通党员 慢慢就被提升到 为一个中央纪的领导者 然后是担任了妇女主的主任 随着他在党内的积极活动 作风敢怒敢言 敢做敢当的领导风范 他于1964年 29岁时 当选全国妇女主主席 成为党中央领导层的一份子 陈秀英在劳工党的活动和他的人生过程 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为了伸张社会公平正义与妇女权益 他二次入狱 比陈凯西还多了一次 1965年 我们党里面号召游行示威 争取人权的 当时他是一个领导干部 他积极地带领同志 他是带头的 而且喊口号示威 他是跑前面的 由于我们两个是带头人 所以都一起被抓了 就上了警察车 那么我是比较安静了 但陈秀英就不断地喊口号 出路的那些警察 警察就拿棍子 就往车上打 他一直喊棍子一直打 但是没有打在他身上 打在我的身上 所以他一直喊口号 我一直被打 后来这个也好像拍成了那个照片 好像还保留着 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 那种打虽然是痛了 但是还可以忍受了 所以这个说明了就是说 他不随便欺负了 在那个环境一般女性就会害怕 有些他是不会的 所以他是在这个政治斗争这一块 他是很勇敢 这次事件导致大批党员被逮捕 包括陈秀英 这是他首次被扣留长达两个月 1968年 劳工党协助英马印对抗事件中 被判死刑的囚犯寻求赦免 陈秀英果敢带领党员 以及死囚家属走上街头示威 支援赦免13名死囚 这次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支持 最终死囚获得赦免 不过在运动进行当中 劳工党三名要员 其中包括陈秀英 却被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 于8月15日被扣留 这次扣留长达8个月才获释放 在狱中度过他33岁的生日 劳工党后期 陈秀英不时前往扣留营 探访党领导同志 互通讯息 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丈夫的陈凯西同志 当时我们的斗争 我们的确是牺牲了很多 我们真的是流血又流泪 很多同志在座的同志大部分都是在劳益里面 今天我们想起这些往事使我一个感叹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 我们从政府方面 他要去瓦解你 他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内案法令已经没有了 现在实行的是 取代的是一个闪动法令 其实是犯汤不犯药 越来越严重 安全法令是要抓去扣留营 没有审幸 今天呢 闪动法令呢 就是要审幸 我今晚上 在批评政府的时候 讲这些的时候 可能他也讲我是 用闪动法令来对付我 但是我并不害怕 我已经老了 无所谓 他是在这个党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他跟所有的地区的人都很熟悉 那么因为他很熟悉 所以他懂得很多 很多的消息都给了他 所以他去探望我的时候呢 他就把很多信息来交给我 他们在巴达林开普通公园代表会议 我去参加 才懂得他是陈凯西 但是没有讲话的 在下面看到他在演讲 就很勤辩他很会讲话 六五年马来西亚大选过后 社会主义阵线的主席被抓 陈凯西就为了反对人权 我们就举行一个抗议大会在吉隆坡 政府呢就来去我们的总部 全部人抓掉 陈凯西也是在那天抓走 第二天呢 我也在二一山游行示威 而被扣留掉 关了一个月他就放了 因为我们去上法庭游行示威 过后呢陈凯西就抓去了去进监牢了 那么我是在外面 他在监牢里面 我每次是代表 老公党去探监 所以我们都一直有联系 在那个监牢里头 要做些什么事情 要霸吃啊 要请宴啊 要做些什么 那么他都知道 他都在替我们做一个交通 经过了这样长的一个时间 他不断地这样地做 所以我跟他 一定要给他一个名分啊 这个名分就是说 他是我的未分期 他才能够来看我 但是我在那个时候 也没有说去想到这一类的东西 只不过说我们之间 差不多每一个礼拜啊 或者是一个月一两次啊 有写信啊 其实那个写信啊 也是一些暗示暗示一些 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不过通常也就是想讲一些 大家朋友一样的这种话了 也没有包括有什么 讲我爱你啊 心里头都全部没有谈过 还是没有谈过这一类的东西 他来经常来 那么我很感谢他 我觉得他这样的做 是一种使自我牺牲 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勇气 为什么我会后来跟他结婚呢 那就是因为很不幸啊 我的弟子 是而来是我的弟弟啊 他们驾车 那么载他来看我 驾车的时候 搬路啊 创车了 报纸上登出来的时候 我一看啊 他的手臂已经断了 所以因为我 为我 也为那个劳工党的事情啊 我们每一次都是推他 看看哪一些男同事啊 还没有结婚 不过他是很好的人 我们只是希望他能够跟那些人结婚 但是他不要啊 那么到了这个时期 他还是没有一个爱人啊 那么我也想想 如果是一个人手已经断了 你变成了是嘟臂女郎啦 你谁会要娶她 所以我就直接跟我的那个同志啦 我就跟他说 看来呢 假如我有一天 有机会出去的话 我应该要补赏他的那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牺牲啊 婚后 两人便和一批老同志 集资十六万八千 创办海欧企业有限公司 所谓万事起头难 经过两夫妻一内一外 携手奋斗 业务渐渐上轨道 随着业务发展 海欧终于成为马来西亚中华医药茶叶保健品 上市公司 成为马来西亚家喻户晓的集团 在劳工党被吊销注册近三十年之后 陈凯西与陈秀英事业有成 仍然心系以前并肩作战的老同志 先后于两千年 2010年 以及2015年 举办盛大老友聚餐会 相聚酗酒 在2011年 当国际三八妇女节 迈入一百周年之际 他推动凤凰友好联谊会 全国老友联谊 以及21世纪联谊会 联办庆祝三八妇女节联欢宴会 并启动每年轮流在各州 联办庆祝父女节的活动 以唤起大家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益的关注 妈妈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妈妈 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 还有亲人 就是在他们困难的时候 她都是会第一个伸出援手的 她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 我们做错事了 她会骂我们 尤其在海外工作的时候 在训练我们 也在训化我们 那么有时候呢 也担心我们零用钱不够用 然后虚寒 温暖 也担心我们将来没有出息 鼓励我们一定要多多地学习 让我最难忘的 就是在我做了几年过后 遇到身体有点状况 进了医院 中了个小手术 手术做了有后遗症 那么我就打算辞职不做了 毕竟我还是不能再为公司服务 老板娘她是很体会 让我很感动 一直把我留下来 她就让我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 只是负责再送她上下班 所以我就是认为她的人 就是这一点很难 别的老板是可能做不到的 重观陈秀英女士 从一位只接受六年小学教育的 邵小康之家的女子 经过自身努力不懈的学习 在实际工作中磨练 成为政党中一位杰出的女领袖 女权斗士 在事业上她是一位做事果干的铁娘子 在家里她是一位厨艺很棒的好母亲 觉得我大嫂的为人就是很怀旧 尽管现在的条件都已经不一样了 当她回去的时候 乡下的亲友问她喜欢什么 她要的都是比如说竹笋啊 这个米粉啊 红菇啊都是一些土特产 我们家里面是有一个叫基金会 基金会的目的就是说 让老人家生活可以稳定一点 或者兄弟姐妹里面哪一个在经济上 或者有突然间出现什么问题 比如说失业啊疾病啊 需要大家帮助呢 我大嫂就从不计较 所以我们都觉得这个大嫂是我们大家族里面的一个表判 姑姑是一个直性子的 我们说她很容易发提气 但是她也是她的一个性格来的 不管是家庭或者是海鸥 大家对她可亲又可畏 大家看起来她很凶喔 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 骂在口里 爱在心里 没有了她啊 大家又有一些复杂的事物又做不成 都是由她 不管是家庭啊 还有这个海鸥啊 都是由她啊一一来排解喔 我觉得哇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种大嫂长 妈妈除了在工作上已经是很忙了 从早忙到晚 要处理的事情是很多 然后回到家 她还是坚持自己煮饭 给我们一家人吃 很多时候是口硬心软 只是她表现的方式 因为她本身是个急性子的人 而且是一个很传统很保守 又是一个很强悍的一个母亲啊 所以有时候方法是手段啊 过激了一点啊 又过度的激烈一点 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妈妈 而且得到很多公司同事啊 她的朋友啊 但是我们所有家族的成员的拥戴 因为她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妈妈 我们想请陈凯西先生说 修营我爱你 想听的话掌声要更大声一点 如果可以再加上一些欢呼声的话 再加上一些尖叫声的话 修营我尊敬你 我们跟陈凯西还有共同的目标 要争取马来西亚的人民的利益 人民的权利 人民的人权 反对贪污 反对国安法令 要争取民主平等 民主教育的平等 这些事是一路来 都是我们这些呢 过去的老同志呢 的本身的政治目标 所以呢 大家都在共同的目标上 都会站在一起 大家说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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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